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日 欢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的全国政协与人大会议将于3月4日和5日开幕 会中将决定多项重要人事任命 据港媒透露 在中共二十大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将接替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 依然享受正国籍待遇 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处理外事工作 而谁将接替韩正主管港澳事务 有分析则点名王沪宁或丁薛祥 当中已负责对台统战的王沪宁最有可能 68岁的韩正目前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外界相信他在两会将不再主管港澳工作 山东省人大会议1月18日闭幕 并选举产生该省的14届全国人大代表 官方公布中央提名的韩正同志当选 消息称 一般情况下准备退休的中央领导人 不会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 比如现任总理李克强等都没有 这显示韩正还将有重用 多个消息透露 韩正形象良好 外事经验丰富 深得习近平信任 将询王岐山模式担任国家副主席 协助领袖处理外事工作 排名在7常委之后 依然享受政国籍待遇 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因为年龄问题 卸任政治局常委 在次年3月开始担任国家副主席 在去年10月的20大上出炉的新一届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等要职人选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及中联办主任诺惠宁 均不在名单之中 各方揣测中共势必将调整港澳系统人士 香港《南华早报》3月1日报道 现年67岁的王沪宁与60岁的丁薛祥 都是北京当局的最高决策机构 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 其中王沪宁渴望在今年两会期间 获任命接替汪洋 担任新届的全国政协主席 至于丁薛祥则极有可能的将接替68岁的韩正 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及深圳大学 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庄表示 由于一般预料王沪宁将担任政协主席 因此他更被看好将接下韩正同管港澳的棒子 宋小庄指出 政协向来是主则接触台港澳民众的统战机关 而最近资深外交官宋涛获任命接国台办主任 预料他也将被任命政协副主席 可见北京抑郁强化政协主管港澳台事务的功能 他说 如此王沪宁可说是较佳 而且更顺理成章 主则港澳事务的人选 何况他是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 并且即将统领全国政协 不过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 有些于丁学祥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 这个中共党内排名第六的人物 也有可能被为以主则港澳的重责 另据今年1月底日经亚洲的报道 全国政协是中共最高的政治协商机构主则统战 包括拉拢台湾 由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 致台湾民意骤变 虽然北京高层已知一国两制行不通 因此习重用被誉为国事的王沪宁 由他制定取代一国两制的两岸统一新论述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而遭到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 中共一边喊话指战和谈 一边却和俄罗斯不断深化伙伴关系 大力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 2月28日起访华三天 在与卢卡申科会晤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 中白关系定位已新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中共官员则宣称 中白是甘胆相照的战略伙伴 综合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于2月28日晚间抵达北京 开始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 据中共官媒报道 卢卡申科抵达时 北京天安门广场 明放21响礼炮 礼兵列队致尽 两国元首登上谨阅台 军乐团奏中白两国国歌 卢卡申科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 并观看分裂事 3月1日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卢卡申科举行了会谈 中共官方发布的新闻稿显示 习近平强调了中白关系定位 已经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友谊劳不可破 要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中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根据中方新闻稿 习近平说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中方立场的核心就是 劝和促谈 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抛弃一切冷战思维 有关国家应停止 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 真正做有助于停火止战 和平解决危机的事情 卢卡申科表示 白俄罗斯完全赞成和支持中方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主张 这对化解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星岛日报3月1日报道 中共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 在谈到中白两国元首会晤时称 中白是肝胆相照的战略伙伴 在习近平与卢卡申科会晤前 即将卸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也与卢卡申科会面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府的新闻稿 卢卡申科说 北京和明斯克在所有的渠道进行合作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设定第三方的朋友 或者第三方的敌人 法新社报道指出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 俄罗斯都有共同边界 但明斯克在财政和政治上 都依赖普京政府 卢卡申科已经允许 俄罗斯将白俄罗斯 作为其乌克兰共事的集结地 而基辅对明斯克 可能在战争中 对莫斯科提供进一步支持 表示担忧 为期三天的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 2月28日闭幕 官媒新华社发布会议公报纸 会中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把方案部分内容按程序提交 14届全国人大依次会议审议 据媒体报道 这次改革是要把原先属于 国务院管辖下的公安 国安和金融系统的决策权 都收归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 显示北京当局正在重新划分管制系统 强化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 中共官方尚未公布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 但据香港明报日前报道 公安部与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系统 改隶属于新成立直属中共中央的 中央内务委员会 彭博也披露中共中央将恢复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该机构曾在1998年至2003年间 领导金融系统的核心决策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此举看似加强中共高层领导 对行胜事务的控制权 引起外界关注 时事评论员前凤凰网时 大最有影响力名薄之一的蔡省昆分析 虽然习近平在二十大时 已经把信仪届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 换成了自己的人 但他还是不放心 可能要提防身边的人打算接班或夺权 所以借压缩国务院 使未来从国务院崛起的人 不可能成为国人心目中的接班人 旅居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洪湘南表示 公安部和国安部如果归属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表明中国进入强党弱政时代 而非真正意义的改革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 共同主编邓玉文指出 国务院在李克强主政期间 已逐步被架空 真正决策机构是所谓的委员会 例如深度改革委员会 财经委员会等 这次利用机构改革 再削弱国务院的权力 是延续习近平执政的一些做法 财神坤认为习近平可能早就有 清理金融领域的想法 尤其是金融管理体制 美国五角大楼证实 美国与中共国防最高层官员之间 已有多个月没有直接接触 此前观察人士表示 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 目前依然严重受阻 加剧了误会误判 乃至演变成冲突的潜在风险 中央社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 2月28日在书面回答媒体 有关五角大楼与中共 最近一次官方接触的提问时说 国防部与中共经常保持 在多个层面的接触 我们驻北京的五官办公室 维持经常性的沟通 我们在华盛顿 这边也与中共派驻的五官这么做 2022年11月22日 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一次 与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柬埔寨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 举行了会谈 今年2月初 在美军击落一个进入美国领功的 中共侦察气球之后 国防部长奥斯丁曾寻求 与中共国防部长就气球事件通话 但被中方拒绝 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 2月22日说 两国防长一直未能就事件进行直接通话 他也回忆不起两国国防官员 上一次正式接触的时间 但美方欢迎联络管道的畅通 中共国防部已经表示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袭击中方民用 无人飞艇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开启了恶劣先例 鉴于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严重错误做法 没有被两军开展对话交流 创造应有的氛围 中方不接受美方关于两国防长通话的提议 尽管美中关系紧张 在美国军方官员长期以来 谋求与中共军方维持畅通的沟通机制 以减少潜在的突发事件的风险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